《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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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今天有課外活動 撒謊 老師今天給媽媽打過電話了 說你沒去上學 你去哪兒了? 說 我 我 不許撒謊 說 去哪兒了? 說不說 媽媽之前那麼辛苦 你就要去旷課 說 我 從什麼都有新校服 我沒有 蘇萍阿姨已經帶我 到老師那裡去認錯了 蘇萍阿姨還給我買了新校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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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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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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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记者 小哥姐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上夜班 所以特地来接你的 不用麻烦了 没有 不麻烦 孩子都跟我说了 挺不好意思的 孩子小不懂事 给你添麻烦 这钱你拿着 你这是干什么 你拿着吧 怎么也不能让你出这钱啊 上次你让我坐车 我就老老实实坐了 这钱我不能要 而且那校服是我送过小宝的礼物 这是我孩子之间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那怎么行呢 这 这也不在礼上啊 你都拿着 赶快上车吧 这会儿还能多拿两个客人呢 你跟董强老这么帮我 让我特故意不去 钱还是拿着吧 我们就不要来回推了 我不是说了吗 这是我送给孩子的礼物 你要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赶快送我回家吧 走吧 嗯 怎么样啊 张师傅 好 好 想法是不错啊 就是不知道 小秋在怎么想的 这个我心里面也没底 他那么忙 我这些不成型的想法 又不好意思去打搅他 你说的啊 张师傅 想法都是好想法 可是我觉得 小秋不一定会接受 我看你还是跟他商量商量 其实我也有些犹豫 我怕她不高兴 算了 等台里面审批完了以后再说吧 我先不打搅她了 可以 不过 要是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的 我可就麻烦你了 你看你别客气 我告诉你啊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你一定来找我 好吗 那我先走了 好 谢谢 哪儿的话 我先走了啊 妈妈 妈妈 小宝 妈妈在呢 妈妈 我刚才梦见你了 没关系 睡吧 妈妈在呢 好 书饼 你这个想法不错 你和安晓秋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因为上次那封信认识的 你现在进步了 直到挖掘身边的素材了 他现在还是爱情车队的吗 是的 他虽然说自己生活很艰难 但是还是很热心帮助别人的 书饼 我建议你不要把这篇文章 写成单纯的纪实 你光写他的遭遇那是不够的 一定要让大家明白 怎样去帮助一个人 你看我们以他的名义 组织一次爱情捐款好不好 联合爱情车队 捐款 这个我没想到 那你现在就着手去办 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题 要加油 我要做你的肩胶后盾 谢谢台长 一位出租车司机母亲 我说书饼 你都快成出租车专业户了 怎么又是出租车呀 我不像你也可以到处开新闻发布会 混吃混喝 你啊 就是这张嘴 我一会儿要去一个新闻发布会 今天可以多带一个人去 你据说还有那种 什么发布会这么大牌 去看看嘛 看看就知道了 我这还没看完呢 回来再看嘛 那今天我带你去一下发布会 让你看看我也多不容易 要不然的话 整天有人说我骗吃骗喝的 真是的 一起去嘛 今天这个发布会主角就是他 黄敏达 那我也去 走 哎呀 黄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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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我吃东西 坐坐坐啊 黄敏 你好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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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啊 请你们多帮忙啊 这个公司的事 希望你们妙闭神话 多替我们做一下宣传 好的 好的 这下开会 开完之后有冷餐 好 您想尊重的 坐坐坐坐坐 好好好 这个这是男人吧 这男人看起来还行啊 还行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你别坐 你别坐啊 别别坐 好 下面有请我们的总经理 黄敏达先生 好 谢谢各位啊 在场的各位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都可以向我们的总经理提问 这资料上说 您会把这次投资的 二分之一的效益 都用来做慈善事业 能不能就这一点 请您详细谈一谈 你对我们的这个资料 看得还是很清楚的啊 一直以来 我一直有个想法 千金散取还付来 我觉得这个钱 只有合理地花出去 才能合理地挣回来 何况现在 我们国家的教育经费不太足 很多地方 孩子都没有钱上学 我觉得 这些慈善事业 只有我们企业来做了 企业捐款 然后 贫困山区的孩子 这样才能可以受教育 就是这么想的 我想问一下黄总 您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往往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 那么在您的成功的背后 那个默默支持您的女人是谁呢 是 书小姐吧 你戴着帽子我没有看出来 其实我背后的那个女人 没有在我背后站着 她在这儿 我们公司的副总 余婷婷小姐 她对我的支持非常大 还想知道什么吗 余婷婷很漂亮 一定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但是据我所知 您还有一个读小学的女儿 那孩子的母亲 对您的事业以及人生 有什么影响呢 有病 这里是分公司成立的记者招待会 不是明星八卦会 请提问的记者搞清楚了 在进行提问 关于企业领导的私生活问题 我们可以拒绝回答 没事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虽然她不在 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但是说出来 大家可以 谈谈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人活一辈子 她的生命中 一定会有很多过客 我和我的前妻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 是沟通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再继续下去 她有她的选择 我也有我的选择 这是做人的权利 不是吗 那么黄先生 您的女儿因为家里面的贫困 您又不及时地付赡养费 所以说连校服都买不起 都不敢去上学 您可以资助那么多的贫团儿童 为什么不管自己的亲生女儿呢 不及时地付赡养贫团 书小姐 你的这个问题 超出今天记者发布会的范围了 我真的要拒绝回大陆 不好意思啊 好 主位 那就到此结束吧 等一下在礼宾处 还有礼物我可以领 谢谢 谢谢你们的到来 来 来 逢走啊 你看公司最近怎么弄的 是啊 你看那个早上那个这个 新闻发布会啊 对公司发展影响是挺大的 是 想着怎么办呢 就是啊 这叫同叶的 记者啊 好像是绑电台的吧 静一下 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 但请各位放心 这绝对不会使我们的计划搁浅 公司现在已经决定 把此项计划的运营工作 交给刘经理去做 刘经理的实力呢 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关于计划的具体内容 我们今天就不说了 如果有什么改变 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各位 如果各位没有什么疑问 散会 你先别走 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听着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 我给过你机会 我也真的努力过 你知道的 这就是你努力的结果 那我真要怀疑一下 你的能力了 这不是我的过错 这也不是我的决定 那谁定的 你爸爸 现在整个公司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我保不住你了 这是我爸直接下的秘密 这段时间 你就当休假吧 肯定 我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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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的 黄总 您怎么还没走啊 小丁 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吃不走了 早点回家吧 好 黄总 您早点休息 我先走了 黄总 再见 马总 我小黄啊 那个 上次说的那个事儿 咱们找个时间好好谈谈 好嘞 那你正好时间给我打电话 好 好 再见啊 好 好 小宝 妈妈 你快躺下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给妈妈拿点药 嗯 谢谢小宝啊 妈妈 你要干什么 妈妈得出车啊 妈 请病假吧 妈妈生病了 请病假吧 好 妈妈请病假 请病假 妈妈也得出门呢 那你要快点回来 要是你不回来的话 我就不睡觉了 乖 去上学去吧 嗯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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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你这帮我哪儿拿呢 你不是去 去梅领新村吗 我要去师范大学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别指望我能给你钱 我不让你赔我钱就不错了 什么倒霉朋友傻子开车 你怎么会趕着我 你怎么跑 搞什么 你怎么跑 都没了 哈哈 你怎么跑 我先走了 小秋 刚有电话找你啊 还说是你妹妹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小秋 刚有电话找你啊 喂 喂 小夏 你找我 怎么了 小夏 别哭啊 姐 出什么事了 啊 你说话呀 什么事啊 你等他吧 死了 什么 怎么 怎么 你等他吧 我 死了 我知道我知道 小夏你别哭了别哭了 怎么会这样的 你 你让我该怎么办啊 小夏 听姐说 我该怎么办啊 你要挺住知道吗 你还有叮当啊 还有爸妈 你 你不能让爸妈太担心了知道吗 你自要注意身体 还有叮当 姐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可是 你得好好活着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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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山 怎么回事啊 哎 你怎么开车的 什么怎么开的 车 他自己撞上来的 什么方案来的 我根本就没撞他 我现在找警察来 找警察找什么警察 哎 干什么呀 哎 哎 干嘛 你放开我 哎 哎 干嘛 别拿着东西 你这不抢钱吗 还我 你干什么啊 走 哥们儿 走 喝酒去 喝酒去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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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道 喝酒 Zither Harp 小秋 我路过这儿 看看你的车 我就进来看看 我 我正准备出车去呢 小秋 你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我 我没事 你有事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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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走了 小秋 你怎么了 你 你这多让人心疼啊 跳开 跳起来都得给我滚 小秋 你怎么下那么重的手啊 我多喜欢你你知道吗 我用不着 你给我滚 给我滚 你这是我和拆桥 你能开着这个车 我让那个姓马的车走 你靠的是谁啊 你住在这儿 你靠的是谁啊 你就这么报答你的恩人 不是我二人 你比黄明达很恶心 你拿我跟他比呀 呸 你可真够傻的 怪不得黄明达把你玩得团团转呢 他让他的亲戚把你赶出来 那你还这样提他手结 你 按小秋啊 你在黄明达的眼里边 你算的什么东西啊 你以为他跟你离婚是一时冲动啊 我实话告诉你 他早就打算好了 你这咋 你说什么 我胡说 小秋啊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不敢我的 黄明达这么害你 你还是无处念的他的好 你可真是蠢 你蠢到家了 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除了我 没人把你当成人看 你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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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人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 你个 小秋 谁谁你嫂子 你不要跑 站住 小秋 还想跑你 站住 小秋 平时 左一生嫂子又一生嫂子 到底比谁都亲 我还真给你骗了呢 当初你说没工作 我就给了你一份工作 结果我的钱包没洗碗 就少了是不是 我说你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你自个儿不好意思心虚 还跑到我们家 青东面也去装可怜 怎么了 我委屈你了 你丈夫不要你了是不是 跑到我们家来 哭得唧哩哗啦的 我怎么做的 我要立马让青东给你知道 找个地方做 我这才叫引狼入室呢我 小秋 咱们做人不能那么绝吧 人前人无人流的 背着别人干出这种缺德事你 你 你 你怎么了 我才管不住我账户 他也没把我当了是不是 像某些人火醉一场拖鞋 好了好了 还装嫩 装什么呀 快滚 你不是做好东西 滚 你别跑 算了 别想当婊子还立牌吗 别说 去 你也不是好东西 小姐 你不能进 小姐 你不能进 小姐 你不能进 你站着 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别吵了 我们两个彼此彼此 你不是让那个淑萍三万几次来骚扰我吗 你以为我不清楚啊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现在他毁了我了 你高兴了吗 小秋 我真没看出来 你心这么狠 没错 我已经是做错了 我向你背里道歉 可是 我求你啊 我求你 以后 你能不能不要再来骚扰我的生活了 好吗 你觉得我在赖着你是吗 从一开始我就在赖着你 你想怎么样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吧 你想怎么样 没错 我以前是许国月 可是我也真的努力过呀 为了你 为了小宝 为了咱们这个家 可是老天爷不待见我 他不让我成功 那么多人害我 我像只狗一样被踢来踢去的 既然我横竖都是欠你的了 我只有选择这条路 我唯一的赌注 就是我的感情 你知道吗 那我的感情呢 我的感情呢 我的感情就是你赌注上的一个赌注吗 我的感情就是你赌注上的一个赌注吗 我唯一赢了一次 就是遇见了你 小邱 可是我把它又给赌上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了 小邱 咱们两个夫妻这么多年 其实你一点不了解我 我骨子里 压根就是一个赌徒 你嫁给了我 也只能愿赌服输我 我原本以为 我们不会有将来 有我想留着过去 没想到过去早就不存在了 小邱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我真的很恨你 当初 你为什么那么信任我 好 你只要有一丝丝的怀疑 哪怕只有一次 你质问我 我可能都不会走到 今天这个地方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徘徊在悬崖的边上 你为什么没有拉我一把 反而陪我一起跳楼下去 小邱 你是个好女人 真的 可正因为你的好 也不但毁了你自己 也毁了我们之间的一切 你知道吗 是吧 怎么办 会有什么事 你好 重备公司 小 小宝 别哭 你慢慢说怎么了 找妈妈 小宝 小宝 你听叔叔说你在家别乱动啊 你别出去了 叔叔给你找妈妈好不好 听话啊 谁看见安晓秋了今天 没有啊 看见安晓秋没有啊 刚中午看他接了一电话 好像是他妹妹找他吧 这会儿出车了 小宝 赶紧帮我呼一下安晓秋 公号是7896的安晓秋同志 请注意 收到消息请立即回复 公号是7896的安晓秋同志 请注意 收到消息请立即回复 没有回音啊 一直呼 呼到他有回音为止 好 公号是7896的安晓秋同志 请注意 看见安晓秋同志 看见安晓秋有没有 没有啊 没看到 公号是7896的安晓秋同志 请注意 收到消息请立即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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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俺小秋不见了 什么 小宝他刚才打电话来 到公司 说要找妈妈 公司的停车场我也找了 路上我也找了 你哪都找不着 你今天看见他的车 在这儿过了没有啊 没有 守护中心守护中心 有人与司机失踪 请留意车号为 苏南G8C58的中北出租车 你呀去那边 我去他家看看 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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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电话 我 喂 什么 有人看见小秋的车子了 在什么地方 先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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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好孩子 不是 这样一件东西都打破了 妈妈也不知道在哪里去了 我有妈妈 不急 不急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嗯 好 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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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 有什么事你不可以上来吗 来 来 你怎么这么想 放开我 让我去 让我去死 快 小秋 有什么事你说嘛 我们一起来商量好不好 为什么我所有的事情都要跟你商量 为什么 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你知不知道 我们是朋友 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那么多 你说嘛 没有人可以帮我 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 你说出来呀 你不是说出来 我怎么会知道 你让我说什么 我曾经七年的感情 为了我的感情 我离开家人 断绝关系 我就以为自己有一个将来 可没想到我七年的感情 竟然被人变成赌卓上的赌卓 就这么一赌了之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以为没有将来可以守着过去 可是没想到 那些美好的过去 都已经被人家忘得已根了而清 父母养育我 我不能进儿女的孝导 我生了小宝 我也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里 我嫁他一个人 我还活着有什么用 我活着有什么用 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 你知道吗 你还要爸爸妈妈 他们关心你 他们爱你 你死了他们怎么办 你还有小宝你知道吗 如果小宝跟我要妈妈 我该怎么跟他说 我该怎么跟他说 你说我死了 你就跟他说我死了 安小秋你这么做 你还配做一个妈妈吗 安小秋 你死了 你死了 你是解脱了 可是那些活着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 那些爱你的人 那些关心你的人 他们该怎么办 你这么做 你这么做 是不是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浪费感情 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对不对 安小秋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是死了 也没有人会可怜你 你就是不会 你就是不为 你爱的人活着 你也一直在为你 恨的那些人活着 你要告诉他们 你活得好好的 你会活下去 小秋 你好好想一想 你好好想一想 你难道就没有 任何感觉了吗 你难道一点感觉 都没有了吗 你想一想 小宝叫你妈妈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想一想 你骂我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使劲地想啊 你使劲地想啊 我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 我该怎么办 приг tujuan 是什么 她 bell 是什么 是什么 Lar va 妈 妈 妈 小宝 妈妈 小宝 妈妈 妈妈 妈妈错了 妈妈 妈妈错了 是妈妈不好 是妈妈不好 今天多亏了你 没什么 我这人吧 他一到了关键的时候 他就没主意 我 我 我今天 多亏发现了急事 总算是捡回一条人命 是啊 其实啊 当时我一着急 我就想到你了 你今天能这么帮忙 我真的挺感激的 我最近队里比较忙 小秋这边你多来看看吧 那就这样吧 再见 再见 怎么了 没油了 九十三号来 我车上带的 你把那个那个油 油箱盖打开 哦 老丈 多亏这箱油了 不然 我跟你说啊 我这也是多年的老习惯了 车上总是放了一桶油 好了 行 走吧 哎 老丈 谢谢 没事 这儿 那我走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幸福的方向 坚强坚强 我终于学会坚强 那才是同向天堂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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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